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经典名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呼啸山庄,艾米丽,伯朗特的荒原恋曲 复仇与爱的纠缠 二,第二性,波弗娃探索女性存在 性别平等的哲学篇章 三,瓦尔登湖,梭罗的自然隐居 简朴生活的哲思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呼啸山庄 艾米丽,伯朗特的荒原恋曲 复仇与爱的纠缠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这部19世纪的文学剧著是艾米丽 伯朗特唯一的小说作品 但足以让它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部小说就像是一杯浓烈的苏格兰威世纪 一开始可能会让人觉得刺鼻难耐 但随着时间的沉淀 你会发现其中的复杂与深邃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荒凉的英格兰约克郡荒原上的两座农庄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和庄园,Frosh Cross Grange 这不仅是两个家族的故事 更是一场关于复仇 爱恨交织的史诗级戏剧 首先,我们得认识主角之一 希斯克利夫,Kathcliffe 一个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欧潇先生收养的故儿 希斯克利夫的出现 就像是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 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她与欧潇的女儿凯瑟琳,Kathryn Earnshaw 之间的爱情是那种狂野而不羁的 就像荒原上的风一样 不可捉摸又充满激情 然而,这段爱情并不是那种 会让人心生羡慕的甜蜜恋曲 它更像是一首荒原上的恋歌 旋律悲壮 充满了悲哀和愤怒 凯瑟琳最终选择了与林庄的埃德加 林顿,Edgar,Linton,结婚 这一决定将希斯克利夫推向了复仇的深渊 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计划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 每一个角色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她不仅夺取了呼啸山庄 还毁掉了凯瑟琳的妹妹伊莎贝拉 Isabella Linton的生活 并且将自己的仇恨传递给了下一代 艾米丽·伯朗特的笔下 希斯克利夫既是一个深情的情人 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者 她的形象复杂而矛盾 就像是荒原上的风 时而温柔,时而狂暴 呼啸山庄的结局既有悲剧的成分 也有希望的曙光 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悲剧爱情 最终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救赎 小说的最后 荒原上的风似乎也温柔了一些 仿佛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荒凉的土地上 爱与宽恕也能找到生长的土壤 艾米丽·伯朗特的这部作品 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爱与复仇的小说 它更是一首荒原上的恋曲 讲述了人性中最深沉 最矛盾的情感 而我们作为读者 就像是在荒原上的旅人 被这股狂风 卷入了一个又一个情感的漩涡之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二性 波浮娃探索女性存在 性别平等的哲学篇章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西蒙娜 德波浮娃的第二性 这本书可不仅仅是一本书 它是一部宣言 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还是一个关于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位置的探索之旅 当然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幽默的比喻 那么第二性 就像是一个女性版的魔戒 一个寻找自我认同和平等的史诗冒险 首先 波浮娃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 女人是什么 她不是在问你去超市的时候会遇到什么 而是在哲学上深入探讨女性的存在 她用了两卷厚厚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比一些人的购物清单还要长 波浮娃认为 女性被定义为她者或第二性 这就像是在一场足球比赛中 男性是主队 而女性是客队 但问题是 这场比赛的规则是由男性制定的 女性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女性角色 这就像是给他们发了一套不合身的服装 而且没有退换服务 波浮娃的第二性 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 它是一本关于自由的书 他认为 女性要想摆脱第二性的角色 就必须拒绝被动地接受这个角色 而要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生活 这就像是告诉女性 你们不是只能选择香草或巧克力冰淇淋 你们可以创造出全新的口味 波浮娃的思想 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 她的书在1949年出版时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有些人赞扬她是女性解放的先驱 而有些人则认为她 是在破坏传统家庭价值 不过 不管怎样 她的书都开启了性别平等的讨论 这个讨论 至今仍在继续 总之 第二性是一本深刻的哲学作品 她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并为女性争取平等 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 波浮娃用她的笔座位剑 为女性解放战斗 而今天 我们可以说 她的剑法确实非常高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瓦尔登湖 梭罗的自然隐居 简朴生活的哲思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位 19世纪的美国影视 哲学家 自然主义者 还有她的超级绿色生活方式 我们的好朋友 亨利 大卫 索罗 Henry David Forrow 和她的经典之作 瓦尔登湖 Walden 首先 想象一下 你厌倦了现代生活的喧嚣 决定去森林里住两年 只带了一些豆子 一把锄头 还有一颗想要与自然合一的心 听起来像是现代都市人的极端度假方式 但对索罗来说 这就是她的日常 没有WiFi 没有外卖 当然也没有社交媒体来打扰她的禅修 瓦尔登湖是索罗在1845年至1847年间 隐居在马萨诸塞州康克德附近的 瓦尔登湖畔时的生活记录 她在那里建了一间小木屋 过着极简主义的生活 并且深入观察自然界的万物 这本书不仅是自然观察的记录 更是一本关于自我探索 社会批评和哲学思考的作品 索罗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其实你不需要一个Kindle满载着电子书 也不需要Netflix的订阅来打发时间 她用观察蚂蚁战争 树叶的变化 甚至是湖面上的冰块来度过她的日子 这些经历对她来说 比任何真人秀更加精彩 她在书中提倡简单生活 批评当时 也是现在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社会的浮华 她认为 人们应该减少物质需求 专注于个人的精神成长和自然界的美 这种想法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 甚至可以说是反叛的 索罗的《瓦尔登湖》 不仅是一本书 它更像是一份生活指南 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 它可能是最早的极简主义者之一 而且它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看来 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当然 如果你决定效仿索罗去森林里隐居 记得带上防蚊液和一个好的睡袋 因为不像苏罗那个时代 现在的蚊子和寒冷 可不会因为你是在追求精神成长 就手下留情 哦 还有别忘了告诉你的朋友 你不是消失了 只是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去了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聊到了艾米利 伯朗特的《呼啸山庄》 布弗娃的《第二性》 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 这三本书都在不同的层面上 探讨了人性 自我认同和社会问题 《呼啸山庄》讲述了一段 充满爱恨交织的复仇与爱的故事 西斯科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 既让人心碎又让人痴迷 《第二性》是一部关于女性解放的宣言 布弗娃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并呼吁女性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生活 《瓦尔登湖》则是梭罗的自然隐居经历 他用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深入观察自然的方式 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追求内心平静和简单生活的方式 这三本书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经典之作 它们在不同的领域里探讨了人性 自我认同和社会问题 它们让我们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 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对这些书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或思考 欢迎留言和分享你的观点 我期待与大家的互动和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